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语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咦 这鬼王在干嘛呢 用威势吓我们 突然有人惊疑不定起来提出心中疑惑 不知道啊 估计是中了幻术吧 你看那李明霄眼中的铜光 诡异的令人毛骨悚然 立即有人解释道 所有人都是心中大惊 有些难以置信 李明霄的幻术竟然能骗过这鬼王 大转盘在剧烈的震颤后 那鬼王猛然一惊 震惊的向前方望去 只见李明霄浑身冷汗 却讥讽地盯着他 哎呦喂 这大刀耍得不错 再来一遍 李明霄拍手夸赞起来 鬼王抽了一口冷气 脸色一下发白起来 刚才那漫天山峰竟然是幻觉 这小子施展的幻术竟然骗过了我 鬼王瞬间凌乱了 而且这是在轮回大转盘下 充斥着轮回之光 压制一切力量 其实这是他自己有了心魔 见到那兜率天峰瞬间就吓了一跳 这才被李明霄抓住机会 脱入幻觉之中 轰隆隆 诺亚之洲上 爆出惊天的光芒 四周空间不断扭转 那光芒照耀万丈 延伸至无穷远处 天地间一片金光闪烁 大转盘上传来轰鸣 仿佛被这股力量激发出了潜能 同样射出五光十色 顷刻间天地化成两半 以两剑玄气为中心 相互吞噬 这是轮回之光 藤光惊道 不好 轮回之光 吞噬一切万物 李云霄同光闪烁 那眼眸深处一片虚无之内 缓缓的凝出了一道阵法 竟然是完全模拟和镜像 这个大转盘 但那阵法在凝聚之时 却是同时崩散 怎么都无法成形 轮回之力 不能捕捉吗 他眼中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阵法疏然爆开 双眸内一道异光射出 两眼中响起破碎之声 直接留下两行鲜血 夫君 菲尼一直在注意他的状态 此刻更是大惊 腾空飞起来来到他的身边 直接缠着他的手臂 生怕他摔了下去 我没事 李云霄面色一沉 双眸紧闭 任由那鲜血蹚下 这不是真正的轮回之光 正如李所言 这大转盘 不过是轮回之光的一道投影所凝 现在正是这束投影画出本体而已 投影吗 众人都是一片惊骇 仅仅是一束投影 便能将诺亚之洲的光芒大肆吞噬 若是真正的轮回之光 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东西 休想离开 鬼王连连震怒 再次举刀化作一道绿芒 冲入那万丈金光之内 朝着叶凡而去 众人大害 眼见生机在望 都是大吼着施展绝技 顾不得三十三公曹的围攻了 尽数向鬼王哄去 只不过数十道神通之光泛起 瞬间就被那轮回之力压制下去 在那道轮回之光的投影下 任何力量都无法穿透 只剩龙千秒的那一道真龙之气 勉强能突破出去 但是也是太弱 转瞬即灭 啊 这 所有人都是傻了眼 眼睁睁的看着那鬼王 展向叶凡 突然 一道光芒急转 李云霄输然出现在叶凡的面前 画出三头六臂法相金身 全身布满魔纹 大喝一声 输然出手 兜率天风 直接震了出去 四色光芒 不惧那轮回 直接轰了过去 鬼王面色一沉 身体一闪 直接化作一缕绿芒消失 避开那山峰 眨眼之间 便在叶凡三尺内画出真身 大吼之下 一掌拍了过去 那掌心中 荡出无数刺目的光圈 源源不竭地扩散出去 正是那轮回之力 李云霄脸色大变 那道轮回之光的投影 一时间无法突破 诺亚之洲的万道金芒 便借体鬼王 从掌心击射出来 叶凡的身体 一下变得恍惚起来 李云霄身影一闪 便顺移至叶凡的身前 身后四臂飞速掐绝 身前两手合抱在前 一道紫光旋转而出 那紫芒内 不断地蹦射出强光 在万丈金芒和轮回之力下 撑开了一片 拳头大小的空间 那是 众人都是心头震撼 不明白世间还有何力量 可以抗拒这两种浩瀚伪力 伤更是浑身大震 双眸当中射出寒心 喃喃自语道 紫雷 这怎么可能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九霄雷龙 破灭万事 李云霄那紧闭的双眸一下睁开 满是星红之色 双手在空中不断翻飞 猛的拍了下去 那道紫雷 瞬间凝成一条迷你小龙 与鬼王一掌轰在了一起 恐怖的力量爆开 紫雷太过稀少 只支持了一刹 便被吞没 无数轮回之力 轰在李云霄的身上 他的法相金身一下被迫 周身经脉 在那轮回之力下 尽数崩断 周身翘血 纷纷爆开 击射出 倒倒血溅 整个人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远远的震落在地上 不断的大口吐血 夫君 菲尼大吉 身后彩翅一盏 凤光亮起 转瞬便出现在李云霄的身边 鬼王魔光一沉 只觉得这李云霄太危险了 他看了一眼叶凡 竟是下了决心 朝李云霄补上一掌 万天轮回之力 在他掌心飞旋 凌空一拍而下 李云霄大惊 猛地一推飞泥 喝道 快走 但他法身崩溃 哪里推得动 只是将飞泥的泥场沙衣 染上了鲜血 飞泥惨然一笑 决然道 我哪也不去 要死 一起死 他彩翼展开 一道道凤光凌空闪烁 脸色甜净无比 飞泥 快走开 龙千秒 瞳孔暴起 大吼一声 满是震怒之色 飞泥 置若罔闻 双眸渐渐拧起 双手在身前展开 一道道光芒射出 凤度法灵 他身后 骤然浮现出一道凤光之影 缓缓睁开眼来 竟让那轮回之力 似乎为之一致 随后 虚影不断的燃烧 凌空翻腾之下 便冲了上去 轰隆 鬼王一掌落下 轮回之力破碎一切 压在那凤凰虚影上 不断将火焰崩散 砰 那凤凰终于承受不住 在掌力下 疏然崩散 轮回之力直击下来 震入飞泥体内 一口鲜血吐出 飞泥当场震飞起来 那掌力气浪绵绵不绝 席卷大地上一切 将一旁的李云霄也卷了起来 远远摔了出去 两人先后摔在远处 都是体内伤势恶化 不断的吐血 飞泥 李云霄和龙千秒同时大叫起来 声音当中无不是凄厉至极 骑轨也是浑身颤抖 眼睁睁的看着 双眼满是怒火 却无能为力捏得双拳暴响 李云霄从地上挣扎起来 颤微微的朝着飞泥走去 前方那地上躺着的娇小身躯 正在不断的颤抖着 流出大量鲜血 玄化和柳飞烟也是浑身一颤 想要上前去却分身无数 在那些公草死逼之下 已经自身难保 人群中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 不少人在绝望之下 全都自暴丹田 与那些公草同归于尽 天空上 鬼王脸色阴沉 李云霄还未死 让他震怒不已 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顾不得李云霄 而是飞身朝叶凡而去 人族至高玄气诺亚之舟嘛 可惜啊 终究是功亏一篑 鬼王面色一宁 再次一掌击出 轮回之力震荡过去 叶凡的实力在他眼中不过是渣渣 即便凭借诺亚之舟的万丈金光 也根本不可能抗衡自己 所有人都是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一颗心往谷底沉去 此刻再没有人可以阻挡鬼王 击杀眼前这少年了 这少年一死 那么逃生的希望也就彻底湮灭 只觉得前途一片暗淡 叶凡脸色大变 驱动那诺亚之舟已经让他筋疲力竭了 而且此时此刻 随着诺亚之舟微能的不断展开 他骇然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了 此刻每一道绝印的打出 都并非自身所能 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 大量绝印从手中飞出 自己完全不认识 此刻看着鬼王一掌下来 惊骇之下 完全无法闪躲 突然 他没心处浮现出一个古怪印记 像是半圆月牙 又像是一簇火焰 整个人身上的气势为之一变 单手在身前画圆 无数古怪的金色符文飞舞出来 在前方空中画出几个晦涩难懂的大字 叶凡大吃一惊 这掌法虽不是他本意施展出来的 但是他却认得正是般若神掌 万法皆空 般若神掌 一掌之下 诸法皆空相 整个身前绽放出一片光晕 透出神圣气息 什么 这是 鬼王大惊 轮回一掌下 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反弹 他惊恐不已 似乎道 你们都是些什么怪物 一个个身体里都装了些什么 众人满脸黑线 他竟然说别人是怪物 不过大家对于叶凡发挥出来的力量 还是感到异常震惊 同时露出喜色 再如何强大 这轮回大转盘上 本王便是真神 全都给我去死吧 鬼王彻底发狂了 手中力量澎湃而出 整个大转盘都震颤起来 轮回之力一圈圈落下 瞬间将叶凡吞没进去 哄 叶凡终于没扛住 一口血喷了出来 身上气息瞬间跌落 身体不断爆出血来 连连后退 眉心那处古怪印记 也随之一下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